各位,如果你的這個庭院你想要用比較矮的牆壁 欸,我們大部分外面的牆壁可能都會用什麼 用磚塊網 欸,他裡面有磚的喔 那牆壁我們看一下 牆壁是這一個 叫繪製牆壁 所以呢 你就來這邊按一下 我知道你看到這個又要按這個對不對 沒有關係 我就從上面畫下來囉 這裡 挖挖挖挖挖,往下 有沒有看到下面有一個一道牆跑出來了 結束怎麼樣 點兩下 都咚 記得牆壁畫跟地板一樣 畫完之後請你回到箭頭 回到箭頭 但是預設的牆壁呢 很高喔 250公分 有沒有 有點高 有點厚對不對 沒關係 你就點兩下 咚咚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牆壁的高度 所以如果你要做一點矮牆 比如說30公分啊 40公分 50公分 那我就來這邊改一下 好 比如說30公分就好 這樣有沒有這裡就一個矮矮的 可是好像太矮了齁 60公分 好 差不多這樣還可以啦 勉強可以的 那請問材質可不可以改 可以 點下去咚咚 咚 但是很抱歉 牆壁有分什麼 左邊跟右邊 那你怎麼知道哪邊是左邊 哪邊是右邊 蛤 用猜的 因為比買樂透還容易 猜錯另外一邊 就是另外一邊嘛 對不對 其實呢 你看一下 牆壁如果你認真看的話 它裡面會有這個箭頭 有沒有 你看我這裡 有沒有這裡有個箭頭 我當初是由這邊往這邊畫的 所以眼睛在這裡 眼睛呢 從上面往下看 這裡是不是右邊 對不對 眼睛站在這邊 這裡是不是左邊 這樣知道了嗎 如果你是從這邊畫上去就點檔過來 反正沒關係啦 錯了就是在另外一邊嘛 所以我就從這邊溫體 這裡不是石頭 我要什麼 磚塊的 磚 然後我們就找看看有什麼磚 紅色石磚 這是做地板的 來 看一下 核色的露台磚 舊的磚 還有還有 鋪地的地磚 有沒有 很多喔 紅磚 我直接打紅磚好了 喔 有 你看 牆壁的紅磚 有沒有標準的 這裡 用這種可以嗎 可以齁 好 確定 確定 欸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這裡面 磚 好像有了 自閉邊了 那另外一邊怎麼辦 點兩架 來這裡 按一下 我跟你講 你用過的不用再找 好 因為下面有沒有最近用過的 好 這裡有最近用過的 你只要再點它一下 有 確定 這樣我們有沒有兩邊都有了 這樣會了嗎 會 所以 你可以像這樣弄一下 如果你們要開門的話 這裡有門跟窗 欸 這裡有門跟窗 記得如果你有打關鍵字要把它刪掉 不過我這邊好像沒有比較小的門 這裡好像沒有比較小的門 我就先不要 我就先暫時用這樣就好了 來 那我就還給你囉 給你試看看